大家好,今天2023年3月24日 時光倒流到1998年10月 當時的特首董建華就宣布 已經成立了一個國際顧問委員會 目的就是加強香港與國際社會的聯繫 董建華又說委員會將會有助 擴闊政府的國際商業視野 當然吸納了很多國際精英知名人士 對香港發展的一些看法 之後幾乎每屆的特首都有請這些所謂升級顧問 國際又有本地又有特首李家超也沒有例外 他日前委任了一個叫特首顧問團 昨天就舉行了第一次的會議 不少顧問都是商界、政界、前高官等等名人 整個會議還分了主題的三個主題 包括經濟高質量和持續發展、創新和創業 區域和環球的協助 會開完了,特首辦至今未交代話 這些顧問提出了什麼的真資詐見 由董建華開始到搞升級顧問的大搞作 公眾一直都無從得知 一些顧問提出了什麼 有什麼絕世好竅 從來沒有人提過的 感覺就正如好像今天 港協企奧委會就涉及兵協播錯事件 他就說兵協的管治問題 可以用五個字來形容 就是說了當做了 公眾都會覺得 每一屆的政府都有各式各樣的顧問 行會就已經是了 還有其他的策略發展也好 或者什麼國際顧問也好 說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又不知道做了多少 都有那種所謂 說了當做了的感覺 昨天第一次的顧問團會議 也都未見有什麼實質的內容 反而有趣的 值得說一下 似乎都是會議 或者是政府中人 有意將焦點轉移到 李家超和上任特首林鄭月娥 主持這些顧問團會議的不同 很不同的風格 根據一些放了封出來的報導 可以這麼說 林鄭主持這些會議就真的好像唱卡拉OK的咪霸 霸著咪就長篇大輪 會議大結時間 就是她自己一個說 說她打算怎麼做 怎麼看一些事情 顧問沒有太多時間去發現 根據這些文章就說 李家超就很不同了 只是做了一些簡單的開場白 跟著就被一些顧問多多發現 開完再繼續開 就搞了一天這樣說 有些專欄作家形容 所謂超哥就姓林鄭 N倍這樣說 這些放了封出來的 都有一些明顯 就是踩林鄭就捧李家超 兩個人 兩個特首主持的會議的過程 是不是很像這些放風者的一些說法呢 外奸就難以判斷真偽了 你和我都不是坐在一些會議裡面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但是純粹分析 從兩個人的背景和作風去看 相信大致可信 原因其實都很明顯 林鄭自信心爆炮 覺得什麼部門什麼政策 幾乎所有都做過了 比所有人都熟悉香港各方面的政策 老實說我覺得 他可能覺得根本就不需要有什麼顧問的 不過做開這樣都做一下吧 宣傳有什麼都好 他上了任之後取消了那個中央政策組 其實就是一個很清楚的例子 他覺得根本不需要什麼顧問 李家超很不同 他就是建習督察出身 可以這麼說 是完全跟林鄭另一個極端 他一直就絕大部分時間 就只是管保安工作 林鄭任內曾經做過 都不夠一年的政務司司長 也都被林鄭分了工 主要都是搞國安、公安 當然了 國安、公安的議題 當然不是說只是關掉鐵就可以了 關掉鐵之外還有很多要關掉的 他的前上司黎動國曾經就說 李家超在政府內部有個花名叫做葉文 就不是打工夫的那個葉文 是每一頁指的那個葉 每一頁都文 意思就是說那些文件去到他手 就每一頁 可能不知道每一頁 每一行每一段 可能都有提出一些問題 當然了 黎動國就是覺得 這個反映李家超做事認真 但是是不是都可以這樣說呢 他的確是對不少一些 非保安議題 可能都真的認識有限 所以近日搞錯了那些瑞士 那些出事的銀行的名字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了 林鄭自以為好打得什麼都懂 變相其實是搞一個一人政府 他班子下的一些司長局長 相信都發揮有限 各式那些什麼升級顧問 銀行什麼大媽撒等等 行會成員實際上都變成了一些政治花瓶 基於始終那個工作的背景 就是那個月曆 李家超對很多政策 相信就真的認識有限公司 但是至少他有自知之明 少說少錯 很明顯 為什麼開場白就算呢 都看到了 多多少少都知道 很多東西不是自己的強項 那麼就等聽多一點 可能更好一點 那麼這個就是 將自己的弱點化為一個強項 因為用少少這個公關技巧 放一些風出來 或者借某些人的口 借昨天這個特首顧問團的會議 就將每一屆政府其實都搞這些 就是顧問團的這些大龍鳳 今屆就加入了這個李家超個人特色 所謂多聽少講 那麼就又有一些與會者就配合 形容這個是更加聚焦 更加有成果 那麼就其實就是一個平平無奇 沒有什麼內容的一個會議 那麼也都多少其實是反映了李家超 某些地方的藥項 那麼反而變成了一個強項 他肯聽這樣 那麼就換轉 就是看回林鄭的話 就真的被人擺了上台了 躺平都中了槍 他五年管治就慘淡收場了 那麼就昨天一個這樣的顧問會 也都被有些人擺了上台 那麼就政治上 都真的可以這麼說 更加一敗道地 那傳媒就引述就是沒有透露聲明的顧問 就說李家超在會裡面 承諾官員會更進他們個別提出的一些意見 那麼這個過去幾屆政府都格為少見的這樣說 那整件事搞了一些顧問 雜思講益 當然是好事啦 至少不是壞事啦 那麼關鍵當然就是說 政府是不是真正趕開言路 就是說什麼聲音都聽 不同意見都聽 而不是只是聽一些對聽的說話 而反過來有機會向官員進言的一些人士 是不是本住良知 本住社會的整體長遠利益 說真話 所謂逆語的忠言 說應該說的東西 然後當然啦 同樣重要的話是 說了要做 而不是說說了就當是做了 今天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聽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們大家找到這裡 OK 說回來 感谢观看